好的 大家好我是HowHow 呃不是那個另外那個網紅 網紅很紅的那齁 我是HowHow 鵝 企鵝的鵝 那今天來介紹三國鯊給大家 今天要來和大家介紹一款 牛逼逼的遊戲 三 國 鯊 三國鯊其實通常他是桌遊比較多啊 但最近 我發現有很多人在玩手遊的三國鯊 而且這款 三國鯊已經 超過一億次的點擊率了 超過一億次的下載了 所以今天就來 大家介紹一下這個三國鯊 這遊戲通常很簡單 分為三種模式 一種是五人的模式 第二種是八人的模式 第三種是國戰 那今天主要是介紹五人跟八人的模式到底差在哪裡 還有標準跟軍陣之間的差異 那先來介紹一下五人怎麼玩喔 五人很簡單 顧名思義就只有五個人嘛對不對 那五個人呢 裡面有一個人 他是主公 主公就是 大家都知道 你就是主公 那其他四個身份 是按著的 就是沒有人知道這四個人是什麼身份 我們可以試一次啊 就隨便點進去 沒有人知道這四個人是什麼身份 剛剛說的一個是主公 那有一個是忠誠 兩個是反賊 一個是內奸 你們只要記得這五個身份是什麼就好 但你會知道說 你會知道自己的身份嘛 你也會知道主公的身份有沒有 我知道主公的身份 但我不知道其他三個人的身份是什麼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一個猜忌的心理 去猜說誰是反賊啊 我是內奸的啊 那誰是反賊 誰是 那個忠誠啊 對 那我們來講一下勝利條件好了 主公的勝利條件 很簡單 他就是跟忠誠一起 殺死 反賊 跟內奸 就是把其他人都除掉 所以這裡面 這三個人裡面會有一個人是 忠誠嘛 對不對 那他就必須跟那個人 一起把 其他人都剷除掉 就是他的勝利條件 我現在講個 第二個 角色的 勝利條件 忠誠 忠誠他的勝利條件是什麼 他剛好跟主公反過來 他要跟主公一起 殺死其他所有人 也很簡單吧 就是我只要殺死 我只要殺死 反賊跟 內奸 其實就可以了 就easy 好的 那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反賊的勝利條件 反賊的勝利條件 其實 很明顯 殺死主公 四個字 太犀利 就殺死 殺死主公 其實還算簡單 好 那我再來講一下 內奸 剛剛的內奸 內奸的勝利條件是什麼 他的勝利條件是 殺死 反賊 忠誠 還有主公 他要殺死這三種人 但是主公要最後殺 什麼意思呢 我要先殺死 忠誠跟反賊才可以 我才能去殺主公 在 忠誠跟反賊還沒死之前 我不能把主公殺死 主公就是我的朋友 但是我只要 一殺死這兩種人 忠誠跟反賊 一死的話 我跟主公就是敵人了 我就可以 嘿嘿嘿 就是這個概念 簡單吧 對 就這樣 好 那講講失敗條件 主公的 剛剛主公勝利條件也跟你們講了 那主公的失敗條件呢 如果主公 他死了 他就輸了 很簡單 就很簡單 他死了他就輸了 對 那他有一個很特殊的狀況 特殊的狀況是什麼 如果主公不小心殺死忠誠的話 那他 手上 所有的牌都會 不不不不不不 就會全部丟光 因為這是懲罰 對呀這個妹妹 這個妹妹在笑 嘿嘿 然後再來 第二個 忠誠 如果忠誠 他的失敗條件是什麼 主公一死掉的話 那忠誠也就跟著輸了 主公一死掉的話 忠誠也就跟著輸了 所以 也沒什麼 那 假如 忠誠不小心 殺了主公 那這有什麼懲罰嗎 有 這個懲罰就是 你的專精分數會下降 我被罵了 他說我能不能快點 這邊直接拖管一個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反賊好了 反賊有個很特殊的狀況 如果主公沒有死 然後反賊跟內奸都死了 如果 主公沒有死 反賊跟內奸都死的話 那反賊就輸了 可是 今天特殊的狀況是什麼 反賊今天 我們剛剛說 如果 反賊五人場裡面有兩個反賊 這兩個反賊都死掉了 那是不是剩 一個忠誠 一個主公 跟一個內奸 對不對 這三種人 那要是這個 這時候這個內奸 在忠誠還沒死之前 不小心砍死了主公 那這時候算誰贏 這時候就是反賊贏 很神奇吧 這規則 OMG 對就很神奇 就這樣 就是反賊贏 所以有時候你 你反賊已經死掉了 你可以直接離開遊戲了 那 你離開之後 你突然勝利了 那就是代表說 剛剛發生了我這種事 或是甚至是說 忠誠不小心把主公殺死了 就這樣 對那反賊就贏了 那我要講講 內奸的失敗條件 內奸的失敗條件 自己死了就輸了 跟 主公一樣 主公自己死了就輸了 內奸自己死了就輸了 就是 就這種概念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 經典場 經典身份場 五人場嘛 對 八人場的配置 就是一個主公 四個反賊 兩個中城 然後一個內奸 就是這八個人 這八個人就是八人場的配置 通常是這樣 那也會有一種 特殊的情況是 只有三個反賊 但是有兩個內奸的狀況 還是會有這種狀況 對 那通常 八人場會比較好玩一點 帶大家看一下 八人場的那個 局面大概長什麼樣子 八人場的局面 目前八人場只有軍徵 對 那我們就隨便進去一個軍徵 給大家看一下八人場是什麼樣子 顧名思義就八個人嘛 很簡單 那 四個反賊都死掉的話 還是有機會贏的 那 內奸 贏 內奸就是最難贏的角色嘛 內奸 怎麼贏 就是要 把所有人 其他人都殺死 就是當個小強 當個小強 撐到最後 然後再殺死主攻 就是 給人家致命的一刀 所以啊 這個遊戲有算勝率的 但是內奸 你輸的是 不算 不祭拜場的 就很公平的一個 很公平的一個 制度啊 不然內奸 抽到內奸的人就永遠都是輸啊 對 好 呃 我剛進來的是八人的軍徵模式 那 小夥伴們可能會說 呃 八人 軍徵模式跟標準模式 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差在哪裡啊 好的 那我現在來跟大家說一下 軍徵跟 標準差在哪裡 標準很簡單 標準 就是比較基本 所以他用的角色數量就比較少 那你看到這些角色 王朗啊 樂盡啊 張鬆啊 這什麼有的沒的 這些角色形形色色的 都是比較難玩的角色 因為他們技能比較強 所以他們就規定在軍徵模式才能玩 那標準模式就不能玩這些角色 對 一個就是 角色差異 那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 牌的差異 有一些牌是 你身上 你身上的基本牌啊 然後 那個牌形我下一次再做一集給大家看啦 那我現在先 我手上剛好四張牌 四張牌裡面剛好有兩張是軍徵用的 一張是這個9 軍徵才能用 那一張是這個鐵鎖連環 軍徵才能用 啊 差在哪裡 我下一回合跟大家講說這些效果是什麼 對對對 大概就是差在這兩個地方啊 牌形跟 角色 對啊也不用煩惱說什麼 八人五人哪一個比較 比較有趣比較難玩什麼的 反正就是遊戲而已 就是好玩就好 對那這裡 這個主攻選的敘述 通常他的防禦力通常會比較弱 對我建議大家 選主攻的時候是選 一開始進來玩的 選像孫全那種很穩的 比較穩的可以換牌的角色 或是選劉備 這種比較肉彈的角色 然後讓你的隊友去carry你 那你通 因為你通常很容易就抽到主攻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遊戲的bug吧 進來的時候你通常很容易抽到主攻 你抽到主攻的時候你就聽我的 先聽我的 你就選那種 比較坦的角色 孫全 曹操 劉備 對 這種就是比較硬的角色 好的那 呃有第三種模式 剛剛有跟大家提到第三種模式叫做 國戰 那國戰顧名思義呢 就是以國家來 分隊的模式嘛 對不對 吳國是一國 群雄是群雄的一國 屬 屬國 屬國是一國 魏國是一國 分成四國 那這種模式通常 時間比較久 多久 多久 大概20分鐘到40分鐘 一小時也有可能 我有玩過一小時多的場 國 那個國戰 國戰一開始大家都是蓋著的 就是你看不到他的角色是什麼 What 是什麼 怎麼玩 對不對 這國戰我也會用一起來 跟大家做介紹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按個訂閱 然後小鈴鐺記得打開 拜託了 以後我們就做三國薩的視頻 謝謝大家 好的 謝謝大家的 收看喔 收看我這一期 那 我以後會出更多的影片 那麻煩大家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按個 訂閱 然後 可以留言 按讚留言 如果你有什麼 對三國薩有任何疑問的話 你可以問我 因為我 目前排行 他是課金指數 在台灣排名第11名 因為這是大陸的遊戲 對 好那 所以我比較 我還蠻了解這個遊戲 那喜歡的話 麻煩就 訂閱 訂閱 然後留言留言 可以 再按讚一下 這遊戲還蠻好玩的 也蠻鬥志的 那謝謝大家